一个女人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,有一天,当她完成所有的工作,走进了冷库,列行检查室,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,门意外关上了。 她被锁在里面,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中,虽然她竭尽全力地尖叫着,敲打着,但她的哭声却没有人能够听得见。 这时候,大部分的工人都已经下巴,在病人的库房里,没有人能够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。 五个小时后,当她面临死亡的边缘时,工厂保安打开了冷库的门,奇迹般地救了她。 后来,她问保安,你怎么会去打开冷库的门呢?这不是你的热厂工作呀? 保安解释说,我在这家工厂做了三十年,每天都有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, 但是,你是唯一一个每天早晨上班都像我问好的人。 晚上下班也跟我道别的人,很多人把我看着是透明的。 今天,你跟往常一样来上班,简单地像我问好, 但是下班后,我却没有听到你跟我说,你好,明天见。 于是我决定去工厂里面看看。 我期待你的你好和再见。 因为你的问候提醒了我,我也是一个受尊敬的人。 今天下班却没有听到你的道别。 我知道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, 这是为什么我在每个角落都寻找你。 爱和尊重你周围的每个人,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